現在我介紹一下這次鼻雷針頭的測試 我們會用原廠的Helita測試機 再加上一個時波器 我們同時找了一支壞的針頭和一支全新好的針頭 同時會試 有一個測試的底板 我這次的短片只是想講解 如何做一個接駁的測試 來用時波器來顯示 首先我們有駁的時波器 時波器需要有時波器的探頭 它有一個探頭 它需要駁在旁邊 就是Channel 1這個探頭的 這個探頭是比較難探頭的 所以找了一些其他的配件來做探頭 這個探頭是紅色的 這個探頭是夾綠色的 一對的 只是視頻線 這個探頭是紅色的 這樣呢 因為要被雷針的 測試機的電壓都很高 所以需要有一個 降壓 降壓 降訊號的測試盤 那 那 它有三個位置 這個探頭是夾在底部 夾在底部 就是夾在底部 那 之後有兩個頭 一個就夾在紅色 就夾在紅色 就夾在紅色 這裏 是訊號示範師的 那 到測試機了 這個測試底板 就夾在紅色 那裏 那這裏有個測試線 一條線出兩個針頭 這裡 一條線出兩個針頭 那我用了一個夾夾的 那這樣呢 一邊呢 就夾在2KV 一邊呢 就夾在針頭上 那這樣呢 如果我們純粹是做個測試的話 就會 用個測試機 那現在有電 這樣長期按一下 交叉 對了 因為我都沒有放進去 那需要這個放在這個板上 讓它有個方便回落 咦 剪了 這支是好的針頭 那我們平常測試的 就純粹是看這個 OK和不OK的 那這個還的針頭 那 不行 再試一次 不行的 對了 那這樣呢 如果要搏在時波器的話 那 就需要 拿個針頭 搏下去 然後 然後呢 這支高壓棒 就夾著高壓棒 那 就不用捉住它 那就方便一點 方便一點 對了 那 如果搏在時波器的 摺線方式 摺撥方式 就 薄好了